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校长 讲了三节了 大家的火都烧到 但是似乎教育局都动都不动 四次的立法会 过几月 我做了议员这么久 我没见过 政府是寸步不让的 其实接下来就是等司法复合 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去到差不多 跟他谈他又不跟你谈 议员不问的他也不回答 议员通过动议一致 你看到立法会都知道 各党各派是一致的 全部是一个方向都是支持 你拜托搞定他 你给一些智障同学读书 他都是不理睬的 现在怎么好呢 我听周晴 我年纪大 最近我没有很少留意这流行歌曲 我有一位学生说 校长有首歌叫《无奶》 我说 这首歌也有吗 有首歌叫《无奶》 终于我们有些家长说 对吧 我们拿这首歌送给教育局 当然他改了歌词 我真的觉得我们的教育局在这件事上 真的摆出一副无奶格 这个无奶格是怎样呢 就是无论你立法会怎样继续它 无论你整个社会舆论 我只是把这个议题 包括我们是佛教学校 我甚至跟我们的校董 出家人说 他们都很生气 罚都有说 我都很少见到出家人是这么动气的 他都说 怎么可以这么不公义 大家看都知道 但我有时候我觉得 我作为校长 你觉得本来教育的议题 应该是很理性地去处理的 不需要这样 但现在的确真的逼了一班师奶上街 逼了我们一班学生上街 逼了大家要唱无奶 虽然做了这么多事 但似乎他也动都不动 因为他现在说这么多事 但我们觉得他的原则上 他仍然说 不行 你读够12年无论什么原因 读够12年 除非一些很荒谬的原因 病 要病足半年等等 否则的话 无论你学成什么 读够12年你会走 所以 而这个是一个很不平等 甚至是有违 他自己进入之后 不过 只差了这么久 校长 我觉得也有点进展 是吗 智德行道 最初呢 其实就 你拿这个议题去个别的议员谈 其实支持都不是很高的 不高的 然后我们自己 他们不想支持 他们觉得这些关系很少的 有个别 小众也有个别 小众也有个别 他可能觉得帮了也没什么用 或者说帮的胜数比较低 看法一般的 但是我们自己一班 真是风雨同露 这几个礼拜 好像共同作战出生入死 昨天我们的顾问 黄远冰校长 前任校长 退休校长 不是前任校长 他最后发出的电影 是晚上三四点 你可想知道 大家齐得多辛苦 真是很难得 那个很投入 那议会 我们最后就去到 大家有个共识 都是站在我们这边 那平基会呢 我们曾经 我在立法会的时候 我们都征诚过他的意见 那他当时都说 18岁要那些智障学生走 都应该没什么问题 他以为 但是去到6月27号的时候 他转了态 改变了立场 平基会改变了立场 那这一点都是重要的 是 因为他是执行这个残疾 05年和09年的看法不同 是的 不同了 所以我们都赢取了平基会的一种支持 那现在就是去到司法覆核了 现在我们真的没办法了 那司法覆核呢 就是我们8月4号和8月5号 就有一位轻道智障和唐氏终合症的学生 就透过司法覆核去希望呢 就是透过法律去逼政府再看看 就是他这样的行为 就是一个危害就是一个歧视 也都是违反了 违反了哪几条例 布布最清楚 他说都花了 我就觉得 如果资助质例是教育局写出来的 如果资助质例是写他20岁的离校年龄 是20的话 为什么你18岁开始不资助他呢 因为现在申请司法覆核这位同学 他是18岁的 这条资助质例都是你教育局写出来的 那你自己写出来的质例都写20岁的离校 有例不已 那为什么你18岁就会拍他写呢 嗯 那好了 你说在所谓其他的药里面 我就觉得 好像那个国际联合国的残疾人权利公约呢 其实都有些条文 我觉得都是一些很理性的安排来的 其实在他们残疾小孩 如何接受教育的时候 应该不被切障碍 如果你现在是应该由初中 增加到有高中的时候 你为什么在中间又切一些关卡 又将年龄限制 切回到初中18岁的那条线 那是年龄障碍 这个我觉得是很无賴的 无賴就是用得很好的 如果你以前中三离校 当你以前所有东西都是合理的 以前18岁离校的话 那你现在开始有高中 加三年 那你应该是要加给他 你没理由完全不动 远风不动 即是假高中 实际上我觉得 譬如我今年读中三的同学 即是六七月的时候 读中三的小孩 他真的期待九月上学 是读中四的 这个是很合理的 那为什么你说不行 因为你18岁 虽然你刚才读中三 你跟着九月那个没有你份 就是因为你已经够了18岁 那我又觉得 他联合国那里 我觉得有些条文都写得很好的 那条公约 那我又觉得 那他有没有犯了一些 或者是那些 在我们香港 因为我们中国政府 已经签署了 那我们特区政府 其实我觉得 应该尊重一下 这个条文 你一是不要签的 是吧 因为我们 也不是到我们去控制 如果中国政府签署了的时候 我们特区政府是要跟从的时候 不是的 特区政府可以另外处理的 不过 特区政府都签署了 是吧 去年是生亡 是吧 那我觉得你要尊重 你不要签署了就算 签署了我就放在笼底 但是我觉得 你们都要揭下来看看 我觉得很多条文 其实是理性地安排的 是 其实香港就有什么 无障碍城市 是很有障碍 他只是懂得做些硬件 硬件都做得不好 是 不过其实他政策 就是制造障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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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明白 我觉得平基会 在六月底的说法 是非常之合理的 不如有人理成 他说 你以前做初中的时候 你叫人十八岁离校 是 现在你做新高中三年 你最少加三年 十八岁加三 那就是有一 是 或者你以前 人家读三年初中的时候 你比较六年人家读了 那如果三年高中又加六年 那就比较二十四 平基会的说法就是 你不可能又站在十八岁 是 你完全问 冬不冬就是 这个选择不得了 他令我们生气 是这样 是 或者 从大学生的角度 你有没有 最后 有什么意见给大家 我不知道 会不会好像 拆开了 今天那个议题 但是我自己是 很多 我们遷截刁民 会 其实 都挺多感受 因为其实 我们学联其实都 放很多焦点的工作 就是放在 跟随高等教育政策的那些地方 我们看到 其实 今天这个智障学 和面对这样的处境 其实不是个别 不要觉得是 不关自己的事 因为整个政策的逻辑 去到政府的思维的问题 譬如我们看到 现在教育 政府有说要产业化 虽然高等教育 是首先产业化 但是他说 之后可能难保 中学都会 问题就是 本土有那么多事情 搞不定 不要说智障学童 譬如很多新移民学童 或者 一些少数族裔的学童 他们可能 本身在香港 住了那么多年 他们的就业 不说就业 他们在学的保障 都是很少的 但是你现在这样的情况 你又叫人去 产业化 其实到头来 整个受苦都是学生 其实 我估计今天 我们讨论的议题 其实 不要觉得 是一些个别 面对的处境 很差 整个社会面对的问题 其实 我经常觉得 我说了很多社理运动里面 我自己最深刻感受的 就是 一个社会的公义 最容易看社会公义 就是看它怎么照顾 最弱势的社群 教育都是 最容易看教育的本质 是否真的做教育 对于最弱的小朋友 他似乎就是欺负我们 本来应该轻松一点 齊齊说 但是来到这里 都比较沉重 不过不要紧 我们会继续争取 那我们 遲些再会见